KIDO YAKU S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潔蜜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 絕對是傲娇鼻鼠明日香 然後這個是來自良城工作室 它這個箱子也是非常好 我們呼應的前途 後下 我們就來開箱吧 這樣我已經把它全都從袋子裡拿出來了 我把明日香火辣的錦身符 讓我扣不及待的時候 快點安裝起來看一下整體效果 下完來看一下底座 底座就是一個明日香的圖片 102 總共是做了282K 我們是第178個 底座整體的概念跟我之前看的PTS一樣 它就是把一個佔助機 全部融縮在底座裡面 它的塗裝有接觸塗裝 還有陰影塗裝 塗裝這塊就非常有接觸感 塗加效果是非常不錯的 唯一我個人覺得就是 整體的造型有點偏可愛 然後大家從前面直面看的話 真的是有點像卡通版的卡通車 我覺得就是還不夠炸 其他的話就沒有什麼毛病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明日香的身體 像我把他身體放上去 他的身體已經是穿著紅色頂身的戰鬥服了 非常的光滑的 然後沒有過多的細節在他的衣服上面 然後有兩個需要吐槽的點的話 一個就是我覺得這個 屁股的連接線縫隙有點大 對比之前的PTS的話 這個做工有點稍微有點粗糙一點的 多一個的話就是我真的有點無法理解 就是胸罩的這一點 大家可以看看 我不理解為什麼要在衣服這個地方 有一個撕裂感 第一我覺得沒有美感 第二我覺得沒有故事性 還有他的意境 就是說如果你要有戰鬥的痕跡的話 多數也是會在衣服、手、腳 會有戰鬥的痕跡 而不是在胸罩這個地方 我真的是有點覺得毫無遠跡 然後找個身體就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還有這個頭雕 還有這個頭雕真的有點大 這個頭髮真的是好大一塊 然後頭髮的話 層次啊 大家可以看後面也 層次、銳度都做得非常好 頭髮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錯的 這兩個小耳朵也是非常可愛的 然後唯一我覺得 就是這個臉部的話 因為美日香就是一個甜系美女 但是我覺得臉部 如果可以把他傲嬌的氣質表現出來的話 就會更加完美 然後這個眼罩的話其實是有點酷酷的 現在我把他頭部安裝上去 其實我安裝上去以後 我真的覺得還是挺帥氣的 如果說到這邊的這個眼罩 我們從側邊這樣看上去 哇真的是非常的酷 非常的有他的那個個性在 然後這邊的話 就有那種美系美女的那種可愛 我覺得這個 兩個側邊會有看出他兩個不同的性能 這樣我要把這個武器裝上去 OK OK 就安裝上去了 然後他這個武器真的是好長 安裝上去以後真的是 帥到爆了 超級好看 最後我們就來安裝這最後這兩個 他這個手辦的話還有一個燈的特效 然後我們就來亮燈 就是 他的這個燈亮完以後我覺得 並沒有讓底座顯得更高級 或者增加美感 我覺得看上去的話 再加上這兩個以後 我就覺得非常像傳統的那種 胡娃娃的造型 這樣子的話我就整體把它全部安裝好了 大家可以近距離再欣賞一下他 大家覺得這個手辦會值多少分呢 我沒有人覺得 這個就是我這期全部的視頻 為了大家喜歡我的視頻請一定要點贊 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絕密 掰掰 做一天的 那不同 ajud 也 相過 每個 都是 離世 兩天的 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